也就是我今天 這邊有個百家二裡面 這邊上面A1是空白的 那我需要什麼 假如我需要把這些 全部 集結在一起 串連在一起 自動幫我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你要怎麼做 全部串在一起 也就是這一格 串這一格 串這一格 一直串一直串 然後串完之後有沒有 再切到百家信二 把剛剛串的東西 丟到百家信二的A1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其實很簡單 前面我們教過的 for i 等於1到19 對不對 for j 多一個j有沒有 等於1 等於1到4 那這樣不就1 2 然後就把它 把sales 就多一個s好了 s等於s and sales aj 然後最後呢 再多一個 shits 百家信二 點sla 他就切過去了 並且把那個s 放在range A1裡面 這樣就完成了 有沒有 ok應該懂那個邏輯 因為這些前面都有講過 所以我們就不重複講 那這邊的話呢 直接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的部分 那 ok大概是這邊 不過會有個問題 就是多一個就是說 因為這裡面的東西 會有什麼 空白 所以空白必須要去掉 那空白要怎麼去掉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那個 就是 這個 replace 那這個replace 實際上也是VBA的一個函數 VBA點 裡面會有個replace 然後這個replace非常簡單 就是你可以把s放進去 先告訴他你要取代成 取代什麼 那取代成什麼呢 取代成沒有 這樣就好了 這個時候他就會幫你把什麼 裡面所有有的 這個空白全部去掉 然後再切到百家性2 點slater 並且把s 放在他的a1裡面 ok 所以應該看得懂這個 那我就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直接執行一下 就是他跑全部的回圈 那他跑的行進路線一定是先跑列 那這個空白列他也會跑 不過串接裡面是空的 所以沒有影響 好 那全部跑完了 s都幫我串好了 所以s裡面多那個空白對不對 那如果說以後你要把裡面的空白 或裡面的什麼樣的符號拿掉的話 其實用replace非常簡單 直接這一行執行 那你會發現喔 現在的s裡面就沒有空白了 ok 一行就可以搞定 然後再切到什麼 百家性2 這個時候切到百家性2 再把s幫我放到什麼呢 放到那個a1的儲存格裡面 好放過來了 ok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我們要的第一個 文字累加的這個程序 那這個是第一個 後來同學就有問到說 老師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這邊都有空白列 那怎麼做 會是最簡單的 刪除列 就有同學說 把它排序 可是排序會亂掉 原來的順序會重新排 所以不重新排序怎麼辦 刪除列 特別注意喔 注意喔 那個只要是刪除 列或者是刪除工作表 一定喔 從後面刪回去 會是最簡單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今天 從上面刪下來 如果是把第二列刪掉的話 會怎麼樣 這個第三列它往上 那它底下的列 不就都會順序又改了 那你又刪一個 它又動 那動了之後不就是 該刪的又永遠都刪不到 所以喔 那可是如果你今天 從這邊刪 那我是從這邊跑 如果我把第18列刪掉 不會影響下一列 所以喔 倒過來 那所以這個程序的話 記得就是怎麼樣 我們就是一樣 跑一個回圈 如何刪除空白列 for i 等於第19列 到第一列 後面加一個step-1 應該知道意思啦 倒過來的意思 然後呢判斷什麼 方法很多啦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判斷 這個是不是空白 A 假設裡面 A裡面是空白 就是裡面沒東西的話 那就幫我把它什麼 刪掉 所以這邊是一個邏輯 有這個邏輯發生 才去執行這個動作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直接執行 第19不是空白 第18是不是 484空白 刪掉 有沒有 那因為這個roll 18.delete 這個時候順便要學一個rolls物件 指的是什麼 就列嘛對不對 所以以後呢你要去取用列 反正就是去rolls物件找找看 想要知道rolls物件能做什麼 請按F1 裡面就有它的物件的成員 就它的所謂的屬性跟方法 它能做什麼都在那裡面 它常用的不萬物就是 刪除列 增加列 調整列 列的寬度 列的高度 或者什麼諸如此類的 都在那裡面可以辦得到 OK 那逐步的全部把它刪完 全部刪光光了 那其實這個用到的機會也蠻大的 因為像我常常遇到的 那樣的 除了這個之外 除了刪空白列之外 常常拿它來做什麼 比如說有重複資料的列 那怎麼辦 我可以比 比如說同樣的 好多個 那怎麼刪 以前的話 刪重複資料你也頭痛 如果你會把這個改一下 就可以做得到 也是倒過來刪 如果這一列 A欄的儲存格 跟上一列的儲存格 一樣的話 那就把哪一列 你可以把上一列那個刪掉 再比 還一樣 再刪 再刪 直到完全都沒有了 對不對 那就不是就把重複的刪掉了 然後再往上 再找 不一樣 一樣再刪 OK 那這個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有遇到這種類似的狀況 還蠻方便的 尤其資料越多 越需要 好 再來的話 我們需要 這一個儲存格 需要做什麼 把這些資料 照前孫禮到貨 這些都信是 160個 幫我 這個儲存格 由左到右排列 這個格子 由上到下排列 什麼方法最快 如果用函數的話 插入函數 裡面用什麼 用mid 應該還 mid函數 那這邊有一個很好用的功能 就是說 第一個test一定是這個 要幾個字一定是一個字 對不對 那我們star number的話 可以去抓什麼 用 藍來抓 前面好像有 COLUMN 對不對 小瓜糊 但是它會從2開始 因為它現在的位置在2 所以怎麼樣 把它-1 不就好了 那-1之後 有沒有 那就剛好抓到照 按確定 但是你現在向右抓 抓到第20 抓到第幾個 這個地方還要鎖定 那哪個要鎖 A1要鎖 對不對 那COLUMN不用鎖 按確定 好 這個 欸 沒問題 向下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橫向的 欸 那可是問題 向下 向下 要 這個 不用加20 下面一個 要加20 的倍數 加1倍 加2倍 所以第一次是加0倍 加1倍 2倍 3倍 4倍 都是20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來 如果說按照之前講過的 弱死 還有印象嗎 弱死物件嘛 欸 對 馬上有答案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如果要一次完成的話 必須怎麼樣 欸 在 其實有個概念 加上倍數 加 幾倍 以弱死 當成 基準 那因為他抓到的是 列嘛 那必須怎麼樣 他現在第幾列 第4 所以必須把它減掉 4 但是要乘上20 所以必須怎麼樣 先刮弧 好 如果你沒有刮弧 那就會錯 乘上多少 20的倍數 答案就出來了 應該看得懂吧 前面是他的編號 後面是他的倍數 要不要加 每20 那第一次一定是0倍 就不用 第二次就1倍 OK 所以第一次的話 就要把它 那如果往下不就5 5-4乘上20 好像剛剛好了 OK 那看一下有沒有 是哪裡答錯 多一個 他沒有S 特別注意 剛剛打習慣 如果沒有加S 好 按確定 試一下 向右 向下 有沒有 全部就OK了 奇妙吧 那如果你以前不會的話 怎麼辦 乾瞪眼了 對不對 傻眼了 那有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樣 你要把這個字的來源 通通都在某一個範圍裡面 那也許一個字 也許兩個字 也許三個字 也許四個字 也許不一定字串長度 那你可以就想辦法把它用一些方式 好 第一個 這是向右 那向下 向下其實也很簡單 採用函數 一樣用最近使用過MID 然後 就這個 F4 這個的話一個 中間的話 因為我要向下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的編號就由肉來決定了 有沒有 肉減多少 因為向下 它現在13 我要先抓到1 從1開始 13-12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按確定 照前順 往向下 有沒有 那向右應該不OK 因為全部都會是 同一列的東西 所以接下來做什麼 倍數 幾倍 幾的倍數 1 2 3 4 5 6 7 8 有沒有 8的倍數 所以變成這樣 加上倍數 用column C-O-L-U-M-N 然後 小瓜糊 先剪掉 它現在第幾欄 第二欄 所以先把2 剪掉 然後乘上多少 乘上8 就完成了 乘上8 OK 確定 試一下 向下 向右 完成 完成 OK 所以基本上 這些都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Emit 函數 配合 抓列 然後呢 去加減 抓欄 那 前面是它的編號 後面是它的倍數 那利用這樣的 逻辑 可以用在很多 利商上面 一下就可以做出來 好 這邊請各位試試看 那待會 也再試一下 就是說 請把這樣同樣的規則 轉換成VBA 也就是說呢 上面是向右 所以 跑一下 全部跑完了 向下 先清除 向下 有沒有 全部都跑出來 那 也是跑兩個回圈 中間輸出而已 輸出什麼東西 就剛剛的公式 好 OK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好